我的背比火车上的软席还要舒服 真暖和 感情 翻过野麦岭 前面就是骚斯工厂 他们都是穷人家的姑娘 漫长的队伍根本看不到边际 进入骚斯工厂成为百元女工 也就是一年挣到一百元 这就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在经过阿多野乡的时候 来了个叫阿雪的姑娘 主动要求加入工人的队伍 阿雪的家里已经没人了 进场是她唯一的出路 接连赶了好几天的路 终于到了野麦岭的小客栈 孩子们这才得以稍作休息 掉下山去的 那几个新女工过来喝甜酒 掉下野麦岭能活着 准能长寿 真甜 掉下野麦岭的是阿峰 阿峰的家里实在太穷 兄弟姐妹也多 父亲也只能让她进场 合同一签就是一整年 进场的第二天凌晨 他们就被监工轰了起来 干什么都要跑步前进 简直就像是打仗一样 洗漱吃饭上厕所 全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 一人犯错就全体受罚 这些监工就是这里的活颜望 这群新女工也尝到滋味了 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 在场里能吃上掺了小麦的大米 这是进场以来最幸福的事 毕竟在家可是逢年过节才吃得上 他们进场不仅是为了赚钱 也是帮家里省下一份口粮 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工人们带来好处 反而因为生丝的出口量大增 他们的加班时间也变得更长 抽出的丝有严格的标准 粗一点细一点都不行 一不小心就会被扣钱扣公分 甚至还要被罚不许吃午饭 其中阿峰抽的丝品项最佳 完全可以出口赚外汇 阿雪的产量最大 但品项稍微差一些 不过也算是上等丝 老板决定奖励阿雪和阿峰 今天他们想买什么都可以 可阿峰却放弃了这宝贵的机会 阿峰只希望老板开恩 允许那些受罚的工人们吃午饭 太没规矩了 你以为成绩好就能放肆 手慢的阿时 工资已经被罚完 甚至还道歉工厂不少钱 这些监工御用手里的权利 甚至还要遣规则女工们 有的女工为了工分只能顺从 当然也有宁死不屈的 阿峰就是一个敢于抵抗的女孩子 老这样被压榨可怎么火 工人们也开始有了想法 这品项好的丝出口国外 品项一般的丝就供给国内市场 老板的丝又不是被糟蹋了 再说这奖励优秀工人的钱 不都是来自普通工人的罚款 工人们决定明天一起罢工 以此来逼迫老板修改规则 唯多阿雪不愿意参与罢工 他表示自己是来赚钱的 罢工的是他可不参与 再说了他作为优秀工人 是现有规则下的受益者 有人想罢工就有人去告密 当晚监工们就收到消息 罢工的新兴之火也直接被扑灭 现有的规则就是让工人们内卷 内斗 这可是老板的拿手好戏 如此一来 阿时仅存的希望完全破灭 他只想逃出这骚丝工厂 为了迎接殿下的视察 工厂直接来了的大扫除 恨不得把路边的野草都刷上绿漆 还给工人们分发了漂亮的头巾 至于那些产量低的员工 直接转移到仓库 躲起来干活 视察所到之处 那是一粒尘埃都没有 为了国家 希望你们更加努力 工人们也沾了殿下的光 今天的伙食换成了豆沙包 这是今年吃过最美味的工作餐 随后殿下又去参观打鱼场 老板当然也做了提前的安排 你事先拿线把鱼穿好了 跟谁也不能说 在如此光鲜的业绩下 却隐藏着对工人们的剥削 伤心的阿石已经离开工厂 漫无目的地走着 吃了一些不知名的野果 后来阿石出现在了渔场的河里面 还差点被殿下看见 一个死人 快放回水里去 少东家假惺惺的拿出十元钱抚续金 让阿峰带回去给阿石的父母 刚给完抚续金就原形毕露 拉着阿峰又轻又啃 还说要让阿峰当老板娘 阿峰好不容易挣脱跑了出来 这一幕正好被阿雪亲眼撞见 这给你 别说出去 阿雪可看不上这十元钱 因为他还有更大的计划 看少东家这色迷迷的样子 一个走上层路线的想法 出现在了阿雪的脑海 在他看来 阿峰简直蠢透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 工人们终于盼到了回家的时候 来工厂的路 与回家的路一样长 可回家的路途 却充满了快乐 厂里面唯一没有回家的 只有阿雪 因为他家里已经没人了 还不如留在工厂 谋求与少东家的进一步发展 我可不愿意当阿峰的替身 少东家 我绝不愿意生个没爹的孩子 手巧人又聪明 咱们一起经营这个场吧 回家过年的路程 终于走到了野脉里 亲人们早已在此等候 一年没见的孩子们 都长成了大姑娘 有的甚至都有了欣赏人 你都到这儿来呀 哦 到这儿来呀 都一年了 也没吃着过 我真想给他也吃一个 给谁吃 背头真美呀 我说不用背哥哥 我走得动 绝对不要背了 成大姑娘了 就不好意思让我背了 监工们把工人们 送回家探亲后 都会带优秀的女工们 去旅馆过年 还会送优秀的女工 一套嫁妆 这已经成为惯例 目的是防止本厂的 优秀工人被挖走 同时也要努力挖走 其他厂的工人 监工们每年都要进行 这样的斗争 家里出了百元女工 阿峰一家人脸上都有光 尤其是老父亲 直接就飘了 年过完 春天到了 工厂又开工了 某天晚上 老板的保险柜 丢了一百二十元钱 小会计成了首要怀疑对象 一百二十元钱 小会计就是不吃不喝 也得存两年 这个窟窿要是填不上 就会被抓进去关起来 你是个什么人我最清楚 你要真是个坏人 我也不会爱你 作为小会计的女朋友 阿菊最近也无心工作 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去请求 对她有意思的监工 求监工去找老板说说情 丢掉的钱 以后从她的工资里面扣 这个监工 不但不帮忙 还直接把阿菊给糟蹋了 其实老板的钱是邵东家坚守自盗 邵东家还劝阿雪不要说出去 老板的钱以后也是邵东家继承 对她来说只是提前花一点 阿雪要是真嫁给了邵东家 这些钱以后自然也是阿雪的 工人们都说 阿雪以后就是工厂的老板娘 当天晚上起了一场大火 全场的人都急坏了 这把火是阿菊放的 他被监工糟蹋后 一气之下直接烧了柴放 所有工人全部集合 唯独少了阿菊和会计 第二天淡火的时候 机器突然停摆 外面的水车好像被卡住了 阴松跑过去一看 卡住水车的正是阿菊与会计 邵东家要结婚了 不过新娘不是阿雪 是当地银行家的闺女 老板点了阿雪一笔钱 希望她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回到阿多野乡 你家里也没人了 好好地听老板的话 还像以前一样 回到这儿来干活 邵东家表示 娶银行家的闺女只是个摆设 完全是为了骚丝厂的发展考虑 阿雪要是真爱自己 就应该也替工厂多考虑 还说自己爱的人依然是阿雪 愿意帮阿雪开个小饭馆 以后还可以私底下约会 阿雪坚持要回老家 把孩子生下来 就这样 阿雪踏上了回老家的路 邵东家也如愿与银行家的闺女结婚 那天工人们又吃上了豆沙包 可同事们看着眼前的豆沙包 却怎么也吃不下去 在野麦岭的山上 阿雪爬得身心焦脆 最终晕倒在了半山上 是客栈的阿婆将她救了下来 她的孩子也因此掉在了野麦岭 被婆婆埋在了后山的竹林里 经济危机爆发 出口的生思都被退了回来 老板劝工人们 这段时间要无偿加班 表示大家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要多为集体考虑 要有无私的奉献精神 否则工厂要是倒闭了 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 我到银行商量一下 幸亏跟开银行都搬了去 今天起吃饭时间改为五分钟 流水线就像按了快进一样 邵东家现在也当家了 这家伙比他爹还要狠 工厂的闹钟 早上拨快二十分钟 晚上拨慢二十分钟 吃饭时间也改为五分钟 每天白票工人一个小时 如此高强度之下 最优秀的阿峰也撑不住 没过多久 阿峰就直接病倒 老板怕阿峰会传染 直接就把他扔在了柴房 老家的哥哥收到信 背上背架 踏上了前往工厂的行程 阿峰哥长途跋涉 草鞋都坏了好几双 终于来到骚思工厂 老板象征性地给了十块钱补偿 就像阿峰哥说过的那样 工厂会把妹妹的骨髓都洗干 背上阿峰正要回家的时候 车间的同事们都想去送送阿峰 就这点要求都被监工们拦了下来 在少东家看来 工人是不能有情感的 你们都是抽丝的活机器 抽不出丝来那就得报废 阿峰待在哥哥的背上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沿途的风景 往年的这段路程都被白雪所覆盖 等到了野麦岭的山顶 终于看见了远处的家乡飞驮 阿峰也就此离开了人世 记得我跟你说过 掉下野麦岭能活着回来 准能长寿 哪成钱会变成这样 阿峰去世的消息传到工厂 工人们再也压不住 全都来到阿峰生前待过的柴房祈祷 就连曾经的工贼 也终于受不了这一切 就在阿峰去世的第二年 生思市场逐渐好转 资本家们歌照唱舞照跳 工厂的水车还在不停地转动 资本的巨轮依然滚滚向前 骚思的女工们还是如此的卑微 曾经的阿时阿菊阿雪阿风 她们渺小的就像从没来过一样 这也讨议的自由 有人对于乱以形的爱上 为市场逐游和 養费和哄套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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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